今天我從台中火車站步行走過來只要10分鐘 10分鐘 你沒聽錯這麼短的時間 就到了我今天的落腳處 核心商旅 那為什麼我選擇這個地方來入住呢 當然是因為它有特色 因為它有兩大賣點 第一大賣點就是它的空間會大到嚇死你耶 那麼第二大賣點呢 跟我進來你就知道囉 八坪大的一個房間喔 這裡是商務旅館 你沒看錯耶 因為一般商務旅館的房間大概是規劃3到4坪左右 但是這邊你看看 6到8坪足足大了一倍耶 而且房間裡頭配備都非常的齊全 然後還有這個 哇 這個很像來到度假屋的感覺 有沒有 這個是釣影 好舒服喔 衛浴空間 這邊 也是比一般的衛浴多了一倍耶 再來另外一間房間有沒有看到也是非常的寬敞喔 這間房間的風格又不太一樣了 它是有一種都會時尚的感覺 而且顏色在搭配上也是非常的鮮豔很跳喔 哇 這個房間裡頭的衛浴呢 還有一個非常熱情火紅的浴缸喔 相信泡了澡之後一定非常紓壓 不過我今天晚上沒有要睡這個房間喔 我要去睡另外一個很有賣點的地方喔 絕對會讓你們很驚喜喔 嗨 有沒有驚喜啊 沒錯 我這邊呢就是睡在這個都市裡的帳篷喔 哈囉 早安 欸 早安 你昨天睡得好嗎 我沒聽到你的打呼聲耶 要代表你昨天睡得很好啊 欸 你是從哪裡來玩的啊 我就是核心商旅這裡的經理Ben 欸 Ben 我覺得你們這邊很有特色耶 那我再帶你去其他區域參觀看看吧 好啊 走 經理 這裡就是我們核心商旅的背包客公共空間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給商務客去做使用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鞋櫃喔 喔 這麼驚喜的感覺 好可愛喔 對啊 我們特意 而且很像那種裝置藝術耶 還有跑步機 然後自行車跟按摩椅 喔 欸 那這樣子玩累的話就可以按摩放鬆 或者是運動舒養喔 哇 好久沒有玩撞球了耶 欸 這個桌子真的很方便喔 打完撞球喔 你想玩另外一個遊戲 你就翻過來就可以馬上玩囉 欸 Ben 這邊很有趣喔 還有這個遊戲可以玩 欸 這邊除了看電視還可以看電影嗎 對啊 而且不只電影以外 我們這邊甚至還可以玩PS4 在我們這個視聽室裡面 Ben 你們這整層背包客棧怎麼做一個規劃設計的啊 我們這裡啊 我們有 上下鋪區 帳篷區 以及後櫃區喔 欸 那你當初怎麼會想說要設計這三種風格啊 喔 因為上下鋪的部分你想想看 你以前有住過嗎 有 小時候 對 可以來回味童年 如果呢 你選擇的是上下鋪的話 也是有隱密性的喔 然後這裡頭還有自己的小夜燈 置物櫃 還有這個桌椅啊 你可以在這邊啊 喝茶啊 看看書喔 帳篷呢 帳篷的部分的話 我們是可以來一個戶外的體驗的那種感覺 喔 因為有時候那個 小朋友想體驗戶外的露營機 可是他又不敢 那這個就是很棒的選擇囉 對啊 因為其實戶外露營有很多人 現在越來越行 但是很多人都沒有體驗過 那可以其實可以從我們室內 特別是像天氣不好 你又想搭帳篷 住帳篷的時候啊 就可以來這邊喔 對 感受一下啦 那我們最後其實還有貨櫃區 這裡是貨櫃屋的一個睡覺空間喔 是不是有顛覆那種一般背包客棧 大家擠在一起的概念喔 如果背包客想要有個人的獨立空間 就可以選擇這個貨櫃屋喔 那像這個貨櫃屋 它是從國外引進來的 一般是放在戶外 因為會很容易吸熱 所以居住起來就不是很舒服啊 這邊就把它引進到室內 體驗一下住在貨櫃屋的感覺 住得很舒適喔 哇 這裡提供的早餐都是西式的套餐喔 而且口味非常的多元耶 素食的朋友喔 這邊有提供素的 雞式的套餐喔 飲料也是很多的選擇 不過如果你還吃不飽的話呢 這邊還有自助式的麵包 可以讓你夾包喔 精神就會好囉 我們這邊的設計理念 其實就是希望說 每個背包客來到這裡 是可以來這裡交友 然後而且到這裡可以互動 對 那這邊的話 還有提供什麼貼心服務喔 我們這邊也可以做團體包廠的部分 我們也有提供烤肉的部分 嗯 菁姨有沒有很驚奇啊 有啊 這邊有看到那個 Big size的商務房 然後還有三大主題的 背包客住宿空間喔 對啊 所以歡迎大家來核心商旅 體驗創新的背包客住宿環境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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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